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有 看了 看了 很懒散的看了 你是不是跟主角一样 就躺在那个趴在沙发上看漫画 对啊 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好的 那么如同我们今天的 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叫做 懒人的餐桌 那么这部作品就是 就是在描述 懒人的餐桌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书名难得 有让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讲 贴切 对 贴切 而且鲜艳 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名翻译 没错 好像没有更好的取代词了 很好 虽然说其实它的日文 大致上就是讲花的类似 马乎随便那种意思的料理 小花 对 花是女主角的名字 我们的主角叫小花 哈娜 是 对 但因为可能就是中文翻译 还是希望就是比较注重于 它的故事的原意 就是本身核心的类似的概念 所以于是就直接把它翻成 懒人的餐桌 那我们就随着故事一打开 我相信任何人看完第一话 就会完全知道什么叫做 懒人的餐桌 就有种 如果自己一个人坐在外面 就是自己一个人坐的话 就很能理解呢 就是各种似曾相识 跟各种 不该说 不该说的东西 他竟然说了这样 真的 跟公主于众的吧 不能吗 我是觉得 好啦 就是你在外面 通常不太会谈起这个话题 对啦 比如说那个有人突然叮 然后你要急着去穿内衣 才能赶冲出去 但是觉得太麻烦了 干脆穿着外套就直接出去 其实讲到这个我很惊讶 大家知道吗 这部懒人的餐桌的原作作者 其实是跟画孤独的美食家 是同一个原作 哦 是 竟然是 是 对 所以其实我当时也很惊讶 然后你们有发现 就是像懒人的餐桌 其实他也是跟孤独的美食家一样 他也是一种比较注重角色 内心的个人想法的一部作品 有的 有的 的确是 这样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是蛮有雷同之处 虽然乍听就是 蛤 怎么会 但是这样想想 的确是呢 因为毕竟孤独的美食家 也是一个很注重于 他就怎么突然来这里 然后他吃东西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他吃完之后在想什么 然后有时候甚至没有跟旁边的 其他角色有更多的接触 你甚至就是自己点完餐之后 自己吃完饭就走了 就这样 对 没错 然后这部懒人的餐桌 只是在家里 啊好懒哦 好懒哦 啊有什么可以吃的 冰箱有什么东西 啊全部煮一煮 啊真好吃我是天才 大概就这种感觉吧 真的 对 呃 虽然说我们当然知道说 只要讲这个名字 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 我们这部作品叫在讲什么 但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 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 呃 我们的主角就叫做小花 那他他姓什么 居 居什么 居则啊 居则 居则 然后他原姓龟山吧 龟什么的 龟山 对 像原姓是那个乌龟一样 是是是 的确是 然后他老公 他老公叫吴郎 吴郎 我好奇他老公哦 我真是的 真的好好奇他老公 那么 呃 现在就是已经嫁为人妻的 这一位叫我们的女主角 也就叫做居则花 对 大家都叫她小花 那她是一个 从头到尾故事中 没有画出她的老公 的一位人妻 那为什么没有画出她的老公呢 却画她的日常生活 因为她的老公长期被外派在外地 所以大部分她自己吃 她都是自己吃饭 或是跟朋友吃饭 或者是出去吃饭 对 这就是这个 为什么会叫做懒人的餐桌 因为她就只有一个人 然后煮饭太懒了 那为什么我会 就是 这一个 刚好就是这一周 就是接上上一周 就是为了要表达 嗯 对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懒 我就是这么懒惰 至少小花还有在开火呢 对啊 至少小花还会煮饭啊 干嘛的 偶尔想到还会做点菜之类的 我也会啊 但是 就是 而且比起做饭 她还比我更注重一些小细节 老实说 但是 但是就是我没有办法 有时候我甚至就是 你知道一个大 大杂会煮一锅东西 我就直接吃两天 嗯 我可能没有像她一样 但是她 呃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 聚焦在这个女主角的内心 所以她常常会一边切菜 然后一边说 天哪 我怎么这么天才 想到了这个料理 然后就想到了这个料理方式 然后吃完就说 天哪 就是我就是今天的冠军 然后或是对着芹菜说 你就是今天的女王 什么之类的 好可爱呢 就好嗨啊 她的内心 小故事其实很快乐 你知道啊 就常看她一个很嗨 对啊 煮菜的过程还会有那种实况转播 没错 小花选手 现在放进了什么东西 很懂得享受人生 真的 她超懂得享受人生 虽然我觉得又一部分是因为她有老公养啦 就是有点令人羡慕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薪水不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就是应付她这样的生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这部 看起来开销也没有特别大 真的是懒人餐桌就是省钱 也是呢 很有道理 的确是 就是因为她常常都是 例如说打开冰箱 看冰箱今天剩什么 然后剩一些什么三葵酱油啊 然后剩一些什么洋葱啊 蒜头啊 就可能拿起来就是随便乱做一道菜 她白饭煮下去 对啊 而且加上她的隔壁邻居 那对嬉皮的情侣 又常常送她东西吃 对 好棒哦 好好哦 对好好哦 而且其实从她的朋友瑞树有时候会来她家吃饭 然后就是可能包饺子啊 然后就会念她说 诶 那个东西你不是应该要自己做吗 她就说啊就很麻烦啊 就是有卖现成的我就拿现成的啊 我想说嗯这也是蛮有道理的 真的 本来就是啊 包饺子多那个高丽菜 超累耶 多那个饺肉超累耶 真的 现在本来就是靠现成的 没错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分工合作 既然已经分工到这么细 我们当然就可以不要做啊 我很有感的一点就是她去菜市场 也不能菜市场 应该说超市 就类似全联的地方 然后拿了一包牛棒 然后那来感叹就是现代科技的力量 因为牛棒它处理就是你要洗它还要消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过程 才可以吃到 但是现在有放现成的 对 他还画了两个魔鬼的关卡 没错 一个是洗 一个是切 你知道因为最近是那个竹笋的季节 但是你知道竹笋很难料理 就是你要把它弄熟 你要把它剥 你要把它切 然后你知道你看到那个超市有现成的凉笋 一切都处理好了 你只要买然后吃 没错 就跟时代不一样了 但老实说通常那种就是好不好吃就会 就会看状况 所以我们家其实还是会自己买 只是我当然就是买了之后说妈拜托你了 不要这么老实 真是的 就因为我很懂小话在想什么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看这部作品的重点 真的不是在好好煮饭 而是如何随意的煮饭 就是轻松随意的煮饭 例如说怎么煮饭呢 就是这道菜在下一部作品中也有提到 就是你拿出饭 然后拿出明太子 然后再放一块奶油 然后放进微波炉里面 微波之后拿出来搅一搅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反而是 他说的那个猫咪饭 猫咪饭也很容易 就白饭然后放柴鱼片 然后再倒个酱油就结束了 我记得这个猫饭好像在生夜食堂里面也有出现过 是一道日本还蛮常吃的一道饭 对 生夜食堂也有 可是因为我朋友做猫饭给我吃 对 又是我朋友做的 连猫饭都是我朋友帮我做的 就是他做的时候其实上面还会放鲑鱼 就是所以你要记得要买鲑鱼罐头 好高级哦 对我就想说 惨了 就是原来真正的猫饭是只放柴鱼片跟酱油吗 对啊 欸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小花它就是很懒的地方 而且其实它很懒的地方有时候跟我妈很像 它就是像它就说我只剩下一包意大利面 然后意大利面就是它很难抓一个人的分量 有时候煮太多 有时候煮太少 然后那个秤就在旁边说可是我在这里 对 好有道理哦 就是不想用啊 就是擦那一步就是不想用啊 没错 欸这件事也跟我非常像 就是我就想说反正多煮的基本上我食量大我都吃得完 那我就多放一点 那最多多一点吃到秤就说 好下次要放少一点 但是下次还是死都不会去进那个量 什么十块钱大小粗细的面啊 然后要多重啊 然后那个茶匙要多少啊 要什么放平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这件事 我就是大概 就我说这一步真的讲了很多你不会特地讲的事 或是你不会公主于众的事 比如说你有买秤子 但你从来没有在秤这回事 然后秤子里你只有一步之遥这回事 通常我们都不会太会提到这个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这一周就是 我说我们的主题就是那种像是随意的主点东西 这样子概念的作品 那么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的重点 真的不是在如何认真的做反 而是在就是可能是因为资源有限 然后或是时间有限的状况下 然后或者是自己懒 好啦对啦这部就是自己懒 那这种状况下就是怎么样就是 用很很就是你很懂就是尤其这种 一个人煮饭很懒的这种心思 然后你会很能够理解主角的心思 然后去构筑这部作品 然后在这三本就目前台湾的这三本作品中 就这部作品总共有三本 那这里面最认真做饭的是谁呢 是小花的那个邻居那个老婆 就是在里面最认真在哪里做菜 我就说这不对吧 你是不是那个没有交往 就是同居情侣的那一对西匹 对就是西匹的那一对 就是她那里做那个炸竹甲鱼 然后是多麻烦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很贴心的说我炸好再给你之类的 我就说好贴心喔 我就说等一下 就是分工合作都很认真在煮菜 没错 然后我就说你们 你身为这部作品的主角 最认真做饭的是邻居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有决定性的 因为你知道吗 每次当他老公回家的时候 他都真的很认真在做饭 是没错啦 而且家里会变干净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背景变得非常的干净 他有跟他的朋友说 瑞树我跟你说你可以来 因为我家现在很干净 对 所以我是觉得啦 真的你真的一个人住 你会不自觉的就会变懒 就想说啊反正没关系 晚一点再做也好 你真的就不自觉的就开始变得有点邋遢起来 但是当如果你跟别人居住的时候啊 你就会开始变得比较 生活比较相对积极一点 相对 相对 重点 相对 跟什么样的人生活 真的 不是有人回到老家反而就变成一堂废物这样 也是有的 哎呦 这好像是在说某只熊 谁 谁 谁 是我 所以 而且其实也是真的 因为你知道在家里 就尤其有那种有比较传统价值观的妈妈 就会在旁边就会说 那个菜要怎么煮 那个要怎么样 那个要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去顾虑那些东西 然后所以我都很不好意思跟他说 没有我自己煮饭的时候我就随意丢 就是大概这个量啊 没有欸我妈是反过来 就是我弟就会说 哎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做出来有点奇怪 然后我妈就说 哦那个就是菜 那个食谱上面说 可能要加个什么一茶匙 她说我就是大概用汤匙随便量一下就倒进去了 哈哈哈哈 大家都这样 我看着暴露我妈的那个食谱 啊是啊 我妈是那种比较认真的那一型 但其实她也没有做饭特别好吃 但因为我你知道吗 我重量不重值 这样子所以我就都能吃 就这样长大了 这样所以 嗯 是 没有只要有人煮饭你就开心的状况 没错只要有人煮饭然后最好有人洗碗 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 这是有点困难了 有点困难了 啊但是有的人天生就有公主秘文不能这样讲 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一些例子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另外一个不可说的 哈哈哈哈 对 嗯对 但是但是对啦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真的天生可以这样 那我那我我只能偶尔这样 但我后来有稍微认真的做饭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吃啦 只是就 有啊不错吃啊 啪啪选有吃过 而且最好笑的是 那个那时候又去那个酸梅那边的时候 酸梅就说 哦那个菇就给你切 然后他看我切的姿势 她说给我等一下 那个太危险了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切过香菇 不不只是没有切过香菇 因为啪啪熊那时候切菜 它是手指是直的 然后我就说 等一下这样超危险 你知道因为手指要弯的 像那个叫什么 猫掌那样子切 不然的话很容易切到手啊 我就说等一下 不要切 紧 然后我就讲过来说 我切我切 你不是说看起来没有切过的人 这样吗 不会啦 就是可是这个只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之后 你之后就会这样切 只是在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会吓到 这样子 就是但是还是会自己煮饭 就反正这部作品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大家都有各自 就是映衬在这个小花身上的心情 就可以知道它是一部多么亲近 现代人的一部作品 不过有部分的时候我看了是会心一笑 但基本上我不会像他那样做 但是会看了会会心一笑 没错 而且真的不是我要说 他家在他老公不在的时候 真的蛮乱的 我不知道到底张不张 但是我确定的是真的蛮乱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张可能有一部分 是因为我觉得他纬度比较高 就是他比较不像 就是那种台湾这种比较热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这样子放垃圾 我觉得在台湾一定会长丑 没错 没错 就算我们 我以为他会很重 真的我们就算天天洗碗 天天弄什么 就是天天都亲过一遍 厨房还真的还是会长蟑螂 真的不是 黑色流星 对 不要飞 不要飞起来 所以可能就是日本 日本人这样子可能可以接受啦 但是因为台湾就没有办法 就是一个热乎乎的国家 所以好啦就乖乖的洗碗 所以我就讨厌洗碗 因为我的垃圾当天都要打包 都要打结起来 对 真的 风死 没错 风死他 真的 然后或者是 现在我会偶尔习惯说 就是如果量不是太多或什么 我就会把它拿起来就是打包 然后冰在冰箱的一个角落 就是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就是包好 然后冰在一个角落 避免会容易长虫 这样 所以好啦看着小花还是蛮令人羡慕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是 她的那一种很乐天之密的那种感觉 所以让这部作品虽然很懒 但是充满了一种正能量 你看了就一边笑一边很开心 她就很high啊 就自己在煮饭时也很开心 然后虽然老公常常不在身边 但是只要老公每次要回来时她就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她跟老公感情真的很好 而且后面有稍微提到说 其实小花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老公还愿意跟她结婚这一点 我就觉得 嗯 嗯 她们应该是真的是感情很好的夫妻 但是也因此所以小花愿意在老公回来的时候 就是打扫房间吧 哈哈哈哈 有一些不能开的房间 对对对对 这样 然后而且其实我蛮惊讶的是 因为预计要讲这部作品 所以发现她竟然有真人版的日剧 我吓到 我知道她有啊 我看也没那么的令人惊讶 她很适合啊 你看孤独的美食家都真人化了 这个当然也会有 而且她也很适合 她超级适合真人化的 不是就是 我的重点是就是 你会亲眼的看到一个真人的样子 然后在你面前就这么凌乱 就是 这一件就是好亲近的感觉 好像更加的亲近了 要跟阿姑的刚刚那句话说 这个是可以给其他人看到的事情吗 对啊对啊 我就说 可是她是默契你知道吗 是是是 可是我记得日本好像曾经有一度 还蛮流行鱼竿女的是不是 也有拍成这剧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搞不好 就是反正有潜力 所以她拍这部应该也没有什么障碍吧 可是她不像她这么细节 鱼竿女我有看过 就是她单纯的是描述这样的生活方式 她没有特别去描述说她到底是怎么吃饭 导致她像鱼竿这件事 对啊 但是这个非常细节的描述了她鱼竿 我不能说鱼竿就是关于懒人的生活 然后这懒人生活的一些细节呢 就是不足为外人导演 例如什么那个碗 然后就是放在那个流利台里面 然后没洗 然后就先躺在那个沙发上 然后不小心就睡着了 然后醒来说 哈我还没洗耶 好吧算了 欸等一下 这在我们家会被骂你知道吗 而且还有那种 她不是就是还有那种 不小心睡过头要去感心感谢 然后就啊这个又穿什么衣服 这不是应该前一天就决定好的吗 啊我自己 然后就自己明明知道就是也是这种个性 可是每次都还是会犯 没错没错 好开心哦 然后最后连手机都忘了带 嗯好哦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部作品就是一个 你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 生活日常打理的很不好的一个 呃很不 太太 很不定睛的一个人妻 但是其实我觉得反而看着她 你会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因为我觉得很多 她的日常生活真的都是我日常生活的缩影 哈哈哈 老实说因为她的那个某些 就是可能在享受美食的那个画法 尤其是她那个表情 我就忍不住想说 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漫画家 因为我就是想说她该不会是画一些 就是你知道R18之类的 可是我查不到 因为她好像就是可能作品也没有 没有到很多 我觉得这个你想提的之类是饭早 饭早那个 饭早才是真正的R18 饭早那个感觉的吧 但其实我觉得她应该只是 把她画得很幸福的样子而已啦 比较夸张化而已 没有到色色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真的要去看饭早的什么才 对什么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吃饭吃得很色情 三点不露十八镜 诶 她真的是全身不露都十八镜 我觉得这个脸 我觉得这个脸 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讲过 诶 上一集吧还什么时候 有讲过饭早这部作品 那有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什么叫做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要拉回来 这一部叫懒人餐桌 我们一直去focus懒人这回事 我们要讲一下餐桌这回事 对不起 哈哈哈哈 我因为听就觉得奇怪 哪里不太对劲 我们要讲一下她的餐桌啦 诶 她的餐桌其实有一个地方蛮有趣的 我记得好像看到她好像有一集吧 就是觉得说 啊糟糕桌子好乱喔 然后就拿一个块布把它盖起来 我妈也会做这种事诶 啊 我弟邀回来了 赶快把它盖起来 她看不到她就不会念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办公室也是 就是有一次就说 诶 那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团购一下遮羞布 我说什么遮羞布 就是把你旁边那个柜子盖起来 看不到就很跟进 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不足为外人道 那不要一起交团购好不好 可以不用吗 遮羞布 我就说要团购那个盖的布 对不对 他们说那个叫遮羞布 我说真的假的 好 好 不是防尘布吗 真是的 哈哈哈哈 讲好听 好听一点是防尘布这样子 但其实实际上是遮羞布 对 那阿姑是觉得她的餐桌部分是哪里 呵呵呵 就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们隔壁的邻居 就是那个很会料理的隔壁邻居 送了她一栏生的栗子 说秋天的特产生栗子 然后呢因为太麻烦了 生的栗子非常麻烦处理 所以她把她摆在桌上 一边看 一边吃饭一边看 说这就是秋天的味道 哈哈哈哈 没有 你不可以这样子人家至少还要煮一颗 呵呵 就是我觉得她基于各种怎么讲 万一被人家问起好不好吃 她还是要回答出来 所以她煮了一颗 真的只有煮一颗 然后剥完就算了 哈哈哈哈 而且她是剥 她是切开 好难剥 咔嚓 再刀切开 然后挖着吃 呵呵呵 真的 还有那个什么 就例如说就是 就主角她下班的时候 会经过蛮多的店 然后有一个就是 有出现几次的是一间面包店 然后那个面包的店 帅哥 帅哥 还有送她东西 然后她也说 哦他们很帅 然后看到他们心情就很好 然后还拿来他们送的面包啊 什么回家 然后说好哦 然后当天晚上吃的完全不是人家送的东西 呵呵呵 我就这么 呵呵呵 然后就说 哦我好像忘记什么了 呵呵呵 呵呵呵 超夸张 呵呵呵 哦好开心哦 就是一个我就说 天哪怎么这么懒 但是又一边觉得说 哦对 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那个栗子真的有够麻烦处理的 所以就放了 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有时候想吃宵夜对不对 然后为了不想洗汤吃 那个宁愿不要吃糖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加糖比较好吃 但因为不想洗汤吃 他宁愿不加 呵呵呵 对啊大概就是 我可以理解啦 因为就像 有时候我就煮饭嘛 我就煮一锅那种大杂烩的 就直接丢下去 说它是火锅 就可能煮一锅 然后吃一吃 直接用那个锅子吃一吃 然后冰起来 盖起来冰起来 明天再把这个锅子吃完 我就不用洗碗了 呵呵呵 直接吃锅子对不对 对 直接用锅子来吃 呵呵呵呵 超懒 呵呵呵 有时候也会站在琉璃台前面 就是切完水果直接吃 因为我这样我就不用起 不用擦我的桌子 没错 而且还不用把水果 例如说芒果就直接 你知道切酒公格 然后直接吃掉 就站在琉璃台旁边吃 这样我就不用放在那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还要把盘子啊 把保鲜盒拿来洗 太懂了 太懂了 总之最后 但我们最后还不是focus 在懒人这一点 至少有讲到他在吃什么 哦 好好好 好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有啦我们刚刚有讲餐桌嘛 遮羞布 哦对好 因为那个栗子 那个栗子餐桌的一部分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他没有煮到的东西 所以 不过老实说 因为他就是真的没有太多的剧情 所以其实他又有三本 然后每一画我觉得算是量蛮多的 然后就变成说 我每看个三四画我就要休息一下 不然我就会觉得有点腻 哦的确是 他其实连在的时间很长哦 他从2007年吧 好像是2005年我忘记了 然后一直连在到2015年 他其实每一篇的 记得好像是月刊连在干嘛 他就是每一篇都是长 然后中间会有空档的时期 这样子 他并不是很密集的 所以可能以当时那样的分量看 会觉得蛮刚好的 但是如果一口气看一本 就会觉得有点太累 所以这就是酸美说的厕所的漫画 对不对 我就说了这种作品 尤其我们这个月的作品 其实都蛮适合拿到厕所去 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在厕所看吃的漫画呢 我没有在厕所看了 不懂这个逻辑 其实你不知道看 你接受到要吃东西这件事的时候 会刺激你的脑袋 然后他会 那个脑袋接受到有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会帮助你的肠胃道蠕豆 哦 这好话说 现在人在厕所还有看纸本书的吗 不都是把那个电子餐品拿进去 手机带进去 不是把手机带进去滑一滑 平板拿进去 手机拿进去 但也可以啊 你知道 因为这部懒人的餐桌 其实是有电子版的 所以你拿平板进去 还是可以看懒人的餐桌啊 也是没错 说的也是 是不是 但是我说的 为什么会他很适合上厕所看 是因为他真的不用时间 而且不用脑袋 你不用那种 就是你要 例如说什么 提高学习生产力 然后坐在电脑前面 然后聚精会神 用个番茄钟 做完你要做的是不用 你就上厕所的时候 无脑 你甚至没有每一个字都看进去 都没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月的很多作品 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你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大概两分钟看完一画 OK 好 结束 然后上完厕所 结束 然后说到这个 这女主角也有不小心 你知道 就是看书吧 看小说还什么 看过头 就是不小心 就是上厕所 就脱着裤子 然后坐在马桶上面 然后突然发现说 欸 惨了 就是我已经上完了 然后结果我在 因为看书看太久 然后没有意识到 然后我就觉得 嗯 但是这一部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一画都很短 所以推荐给大家上厕所看 奇怪的 这样讲的有点奇怪啦 因为它虽然不用看每一个字 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快乐 是啊 轻松 轻松快乐 这就还蛮重要 如果你看一些非常严肃的东西 你上不出来 是不是 然后它里面 重点是它里面的菜 就看起来都还蛮简单的 虽然感觉很多都是一些 瓶瓶罐罐的东西 瓶在一块弄出来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连煮饭都懒的话 其实它里面很多菜也没办法做 因为我是那种连煮饭都懒的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下面调 或是小朋友开火呢 我在说 它还有开火 对啊 而且它像那个意大利面 它还要炒东西下去 如果是我话 可能意大利面丢它去煮熟之后 拿起来 然后肉酱倒上去 这样就好了 它肉酱还有先炒过 跟一些一些什么 那个爆什么蒜 蒜或者鱼 之类的 还是有稍微 还不够极致 还不够极致 还不够极致懒 你这样就嫌弃人家 不够懒 哈哈哈哈 好啦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它的作品 它的中间其实也还是蛮处料理 我觉得如果是一些懒人 然后就是 好啦 跟我一样懒的人 就是懒得煮饭的人 那你可以看你有没有什么各种瓶瓶罐罐 最后混杂在一起 这部作品应该会给你不少的灵感 激发 这样讲 对对对 是是是是 如何更难这样 是 OK 那差不多了齁 你们还要再补充什么吗 没有 应该没有 不小心 就这部 这个作品我们还可以讲到这么久 很厉害 我觉得应该就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就忍不住就分享一下 就会变这样 对对对 就是欢迎大家来为我做饭 跟为我洗碗 OK 好 谢谢 总之今天关于这部懒的餐桌的推荐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下一集一样也是 走这种懒人路线 没有下一集还没有那么懒 他默默的没有变成那么懒 对 好 下一集大家就可以看看是什么样的作品 对 OK 那就先这样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不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工作了